20世紀60年代以後 一直到現在將近60年的時間 全世界都在積極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全球化 都在做全球化 我印象當中90年代 那個時候我坦白說我蠻用功的 90年代我大概一個禮拜 我就會看一本書 現在不用功了 現在年紀比較老的時候 眼力也比較差了 以前非常用功一個禮拜看一本書 一個禮拜看一本書 都經常看一些商業方面的書 或者說是企業管理方面的書 我看的還看那個 看書的速度還蠻快的 當然這個頭腦不好 並沒有把它全部都吸收進去 但是我印象當中 90年代有很多的企業家 都在呼籲要怎麼樣 全球化要怎麼樣更加速 那從60年代 在70年代開始全球化的進程 比如說有很多大的 比如說日本的豐田汽車 美國的通用汽車 那這些大的汽車公司 德國的奔馳公司 德國的寶馬 他們都全球化 這個全球化就是說 分散他們生產的基地 這一種全球化的趨勢 到上個世紀的90年代 到達巔峰狀態 到了本世紀初 還繼續不斷的 往全球化的腳 這個方向去邁進 可是到了最近的10年 奧巴馬的晚期 美國發現 這個全球化 對於美國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這個不利的影響是什麼 他們把它歸罪為中國的崛起 因為中國的崛起 造成美國的產業空洞 造成美國很多的鐵鏽城市 比如說美國過去芝加哥 或者說是批茲堡 有很多的這個工業重鎮 不管是鋼鐵工業 汽車工業 傳統產業 美國這些產業通通外移 可是這個外移是你們的資本家 你們資本家不斷的在主張 不斷的在炒作 而且不斷的在鼓吹 在上個世紀90年代 就是20年前30年前的時候 你們鼓吹的 是你們搞的 跟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可是呢 美國的民粹政客 民粹政客政治人物 就把這些責任一股腦的 推給中國 說這就是因為中國 有侵略世界的野心 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可這個 中國真的是非常的冤枉 大家想想看 全球化又不是中國鼓吹的 中國是順著全球化的這個風潮 沒錯 因為全球化讓中國得利 讓中國蒙受了很大的利益 沒錯 可是呢 這個責任 這個應該是一個共業 就是美國你造成的嘛 西方國家你們造成的 怎麼會責任在中國呢 那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去檢討 全球化的責任 是沒有意義的 那 包括拜登在內的 這些美國政客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個月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個月 要的是什麼利潤 要的是他的資本能夠活水源頭 不斷的財源滾滾 你拜登政府這樣搞下去 要跟中國這樣子脫鉤的話 他們是活不下去的 並不是說資本家活不下去 而是他的財富會減少 會威脅到他們財富的版圖 所以這一點對於這個 對拜登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大的打擊啊 那所以呢 這個才會有 這個沙利文跟王毅的會談的 兩個人會談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美國受不了 美國受不了 但是呢 沙利文跟王毅之間的會談 可以說是讓中美之間的僵局 化解有了一有了一線曙光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 美國就會停止 對於中國遏制跟制裁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他有 美國他有一個既定的方針 美國他始終認為他自己的一個霸權 是受到威脅的 他一定要壓制中國 現階段他是因為為了選舉 或者說是為了這個遊說團體的壓力 他有點受不了 他必須來做一種緩和 未來我們 我的看法就是 美國跟中國之間 還是會既聯合又鬥爭 所謂既聯合是什麼呢 既聯合又鬥爭的聯合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之間不可能脫鉤 可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鬥爭 跟競爭的關係會持續的惡化下去 會持續的惡化下去 這個惡化一直會到 什麼時候結束呢 會分出勝負的時候結束 就是中國的GDP 超越了美國 中國的GDP 總體的GDP超過了美國 那讓美國覺得 大勢已去 面對現實 那可能 才會慢慢的趨於緩和 才會慢慢的趨於緩和 那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美國雖然慌了 美國雖然急了 可是並不意味著 美國就會結束 對中國的遏制 可是 美國找了 沙利文跟 中國的 王毅舉行會談 這代表什麼呢 現階段 我認為這意味著 拜登政府的對華制裁的政策 是失敗了 是失敗的 因為你制裁不了中國 不管是高科技 不管是 傳統產業 你制裁不了中國 當美國制裁不了中國的時候代表什麼呢 失敗了 你的政策失敗了 因為中國夠大 如果中國是韓國 如果中國是日本 你當然可以把他打得死死的 可是中國就是中國 中國 說老實話 他的經濟規模 實際上已經比美國大 當一個塊頭比你大的人 你要說你要制裁他 我覺得那是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 除非你趁他睡覺 除非你趁他不注意 你背後下毒手 背後殺他一刀 可是中國是非常聰明的國家 不可能被你背後下 下毒手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拜登的經濟政策 失敗 拜登的經濟政策失敗 代表什麼 美國 在這一場跟中國的禁逐當中 也失敗了 這是一個 亮了一個紅燈 我認為 中國一定會崛起 中國崛起一定成功 一定會超越美國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 最近 最近很多的新聞啊 我看到大陸的很多的這個國際新聞 都在發這個都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美國軟化 對華的態度 給予展現溝通的 交流的一個意象 就希望跟中國溝通 跟中國交流 這代表什麼呢 第一個 美國的制裁政策失敗 拜登的經濟政策失敗 美國現在的經濟一塌糊塗啊 這個經濟政策一塌 經濟狀況一塌糊塗 美國的經濟很差 第一季的經濟的表現 大概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 因為中國的第一季的GDP的表現 非常的亮眼 在疫情結束之後 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賽 明顯看出 中國已經超前 美國已經落後 所以我認為對於拜登 在2024年的選情是非常不利的 只要共和黨出現一個 有力的競爭對手 而不是要像特朗普那樣的人 特朗普可能就出局了 共和黨只要出現一個像樣的人 年輕有為的 形象比較好的 我認為拜登就出局了啊 好那這個是美國的問題 美國跟中國之間 我認為中國已經超前 這是對我們中國人 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你看到這次回合